一人吳宗憲露以及陳漢典主持的綜藝節目 英雷十周年特別舉辦了記者會 好熱情的黃紫椒毀滅性的爆料卷入了許多議員 其實也曾經指控憲哥感情生活混亂千千不還等等 沉死了一個月之後他又PO出了萬言書 對此呢憲哥也說了真沒有所謂的接不接受道歉 至於先前喊告黃紫椒似乎是沒有打算撤告 吳宗憲也說交給律師處理 那麼同時呢也不忘糾結 這是兩萬言書 學起電影鐵達尼號中的經典POSE 藝人吳宗憲 陳漢點LULU 二十一號出席節目記者會 但日前黃紫椒的毀滅式爆料掀起巨浪 更點名吳宗憲 如今PO出萬字長文憲哥看了嗎 看公文都來不及了 對不對 就比較不會去看什麼 還要抓很多大片 萬言書 萬言書 應該是兩萬言書 老婆們比較辛苦 在這裡祝福他們更多的寬容跟包容 現場女方但還是酸溜溜的糾正 這是兩萬言書 看來憲哥忙著直播帶貨 還是有在關心時事 而戰隊被指控感情生活混亂欠錢不還 黃紫椒發長文解釋 憲哥接受嗎 我並不以為五啦 所以就也沒有所謂的道不道歉 提告是律師的事 不是我的事 我因為訴訟 然後有所得的話 我就全部會拿來做公益 話說到強硬 看來沒打算撤告 憲哥畫風一轉 提到自己一直被誤解 感情觀很亂 讓他很感慨 忍不住爆粗口 我心裡面唯一難過的事 就是都是我非常親近的朋友 我需要用幾十年的時間 才知道我在你們的心裡面是被誤解的 又不是我的錯 往了一個女生 然後到最後回頭來 幹咬人家 有根根無聯絡 對 然後也問問你需要怎樣的忙碼 這樣就是到時的祝福的心情 社會暗指黃紫椒不甘分手後 還批評就愛小S 而上位此地病的LuLu表示 有關心嬌哥的狀況 盡量給予關心跟支持 如今今天一報 持續在演藝圈 漁波蕩漾 記者綜報道